没必 我叫余欢 很开心站在《非女魔术》这个舞台 想求知一份活动策划师 或者是自媒体演员的一份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你 余欢 你刚刚这段送口溜 我们前半段都没听清 我们场上也有一位boss 也是你这个风格 是杨仲 杨仲吗 听说杨仲唱歌挺好的 你听谁说的 经常看咱节目 杨仲经常上台唱歌 经常看我们节目 是啊 是啊 那说说今天你见到的这12位企业家 你觉得哪一位唱歌最好听 除了杨仲之外 这要我盲选一下吧 你还是睁着眼睛选吧 这个我真不知道 问到了 你对我们台上企业家熟悉吗 段总经常见到 看到段总我很激动 因为这些年 给五八同城花了好多钱 你给五八同城花了好多钱 那你好好说说 你都给他们花了什么钱 五八同城它有一个板块 是那个本地服务 那么我是从事这个活动策划 和这个演出表演的 像开业敲签啊 厂庆 电庆啊 以及这个会议服务 我们在上面花贴 然后就会有相关的客户 会找到我们 那你说说你对五八同城 它这套流程 你满意吗 如果一百分满分 你给你的体验打多少分 打七十吧 七十分 不足是什么 就是五八同城的竞价 费用比以前高很多了 然后客户 这个点击询问量 少了一点 段总你要灭灯吗 我不灭 我觉得正面意见 有时候听得多 但是负面意见听得少 负面意见才是真正的客户 你说花了这么多钱 我不听你的听谁的 对不对 我一定把你的反馈带到 而且你是非常宝贵的意见 这个是对于客户来讲 客户的意见 能给你带来好的效果 能让你物有所值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的使命和方向 而且在一开始 就树立了一个什么 很实诚 很敞亮 很真诚的一个人设 你今天是中国式求职是吗 对 这是我妈 阿姨您好 大家好 我是于欢的母亲 姓刘 阿姨 今天她的求职面试 第一个问题想问您 当年 怎么想着给她送到武校 学武术啊 因为我们是在大山里面坐 孩子呢 就是以后未来的情况下 能有一个好的发展 不太有那些机遇 正巧呢 这个时候呢 有武校的那个老师去招生 然后我们就让她去了 当时去了呢 是四个孩子 那三个孩子都 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没坚持下来 于欢呢 因为她小的时候呢 就是很坚强 能吃虎 她就留下来了 于欢我问一下 当时你 爸妈要送你去武校的时候 你喜欢武术吗 你知道武术是什么回事吗 当时呢 就是在电视上 经常看到这个电影嘛 我就觉得 就有了一个武术梦 然后到了这个少林寺的以后呢 其实呢 她是军事化管理 除了上课训练 吃饭 睡觉 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事 你多大时候去的 八岁嘛 八岁去武校 八岁 三点一线 对 军事化管理 对对对 你能受得了吗 习惯就好了 你得有个习惯的过程吧 你花了多久习惯啊 当时花了差不多两三年吧 我悄悄问一句 你有想过跑回家吗 没有 一开始是三打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 练武术嘛 首先这个要能打 才是这个真正的武术 后来呢 慢慢慢慢慢慢的那个 我觉得其实表演可能更倾向于我 然后我就去学了表演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年轻人嘛 特别喜欢过空翻 到现在也特别喜欢过空翻 那你给我们来一个 那我试一下吧 来试一下 笑了 最多这样的后空翻能连着翻吗 能翻几个 这个报数 这个翻到头晕为止吧 算了吧 那就不数了啊 我怕你头晕了以后影响后边的面试 然后呢 接着说 当时去这个表演班呢 就是特别喜欢的表演 往也跟着少林寺呢 也去了很多的地方表演 包括了我们每年看的央视春晚 河南春晚 那你能练到这个水平 你肯定得吃不少苦啊 是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 大家训练都特别累 中午就坐在那里 等着这个导演来跟我们排练 我记得我们当时就在地上 拿两块砖头 镇砖头上就大家都睡着了 镇着砖头睡 太困了 就是我记得我们出去演出 然后外面下很大雨 所有演员都跑了 而我们就站在那里 这样子一动不动 教练不发话 我们是不敢动的 因为我们从小也是这样成长的 你觉得这些年 五校的学习生涯 给你养成了什么样的品格 吃苦耐挠的这个毅力 我觉得挺好的 另外呢 其实我那个准备了一个PPT 我想通过这个PPT来讲一下 我这些年在社会上成长 得到了什么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才艺 那我除了武术表演之外呢 我还会变脸 美猴王 魔术 我全部都是自学的 比如说孙悟空 大卫老师 韩老孙在五星山下的时候 你还是个娃娃 我五百年才长成今天这样 挺扛老子的 谢谢孙大胜 您继续 从2014年 在广州通过自己的努力 从最早自己演出 到最后成立团队 最后成立了有舞蹈队 杂技队 武术队 鼓舞团 现在的基本上的 这个大企业 五百强企业 我基本上 我都带着团队去演出过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是有一万多套演出服 几千个道具 这都是这些年 为了这些演出去做的 你现在就是说 有三队一团 手底下多少人啊 我呢 这一点呢 就想把我的管理能力 这个澄清一下 和资源整合能力 我实际上工资 全职的员工呢 只有两三个人 而兼职员工 可以达到四五百人 而这四五百人的演员呢 我们还是可以 给他保证节目质量的 然后呢 经常呢 我会对工作当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 把它做成PPT 弄成一个方案 然后会给员工去分析 你这个问题 究竟出在哪里 应该怎么样解决 如果还有更好的方法 在于哪里哪里 经常会一起去讨论 我为什么就是 从头到尾在讲创业 没有讲自己的一个 工作情况呢 因为我从离开了学校以后呢 我没有从事过职场类的工作 我一般都是合同类的演员 或者是演艺项目的承包 我自己的缺点在于哪里呢 其实我呢 因为从小是学这个武术 文化课上的比较少 文化基础知识 不是特别的强 这个是我挺大的这个缺点呢 另外呢 我的优点呢 就是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 我自己也有去这个 报一些课程 网友去看一些书 或者是网课 学了一点点的管理能力 其实就是一百件事情 让一个人去做 他会手忙脚乱 但一百件事情 有一百个人去做 或者是分成 这个一人多职 一人多岗的去完成它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分解 在管理的过程中 我会跟我们的工资计较是挂钩的 另外呢 自己呢 也学会了一些销售能力 对这个百度竞价 五八通城竞价 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百度 已经是两年的VIP 五八通城已经是四年的VIP 一直都是我自己在运营的这个写计划 做这个SEO SEM 然后我们SEO 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 去让他帮我去做优化 然后SEM 自己怎么写计划 做金价 然后这个都是经历的 另外呢 我们呢 这些年跟这个底下的供应商呢 都有良好的一个合作关系 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舞台呢 就是近一两年 我这个行业 不是特别的理想 特别是公司没有投资人 我一个人承担风险 压力比较大 然后自己的这个格局啊 能力都有限 然后我就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能找一个企业 能把我这个能力啊 各个方面有所提升 然后企业家可能会问 你自己开公司 来我们这里 你会不会专心做事呢 其实我想说的呢 有更高的平台 有更好的这个发展 肯定会选择更好的发展 另外呢 这么多年 不管是创业阶段 还是说运维阶段 都是我和我老婆一起做的 到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说我不在公司的话 其实我老婆她也是够支撑 包括我老婆她去学财务 管理公司的各方面财税 然后我自己去学这个项目管理 网络运营都有学 包括我自己自学的PS 之后呢 我自己也学一些剪视频 自媒体 我觉得刚才愉患的这个PPT 说实话挺超出预期的 因为从你刚刚上台来 我一想你可能就是一个武术表演 然后把你当成普通演员了 但是听完你讲完PPT 我发现你其实挺全能的 在很多领域 你不仅学习能力很强 而且对管理方面 你所用的一些营销工具啊 都挺超前的 我跟杨维不同意见啊 把我看得云里雾里的 就你的这个2019年的工作 是做演艺总监 那您刚才又说自己在创业 这个我没搞明白 这两个都关系 因为演艺总监只管演出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您刚刚说 你们团队可能就三四个人 是全职的 剩下的是 可能是演出的时候 会需要他们过来去表演 那这样的话 那些演出的演员 完全不需要用KPI去考核啊 这两个问题 我把我搞得很混乱 我不太明白 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样子一个演艺总监来讲 算是就是承包这个项目 公司有事的时候呢 我就去广州盲公司的 然后副州管 然后公司没事的时候 我就去那里去管这个场所 第二个问题呢 是这样子的 所有东西要跟钱挂过 不然的话 单凭打感情牌 演员是挂不住这个粘性的 所以说我们今晚会去组织他 就是比如说你十天要来资训练 或者十五天要过来排一次节目 然后你有没有全情 或者是有没有 你每一场演出 你的空翻 你比如说他过来这里演出 他可以做空翻 他也可以不做空翻 他可以做这个多上一项 也可以少上一项 那这个东西当中一定要有考核 每一场都要考核 而且每个月都要考核 而每一年的时候呢 进行考核之后呢 都会发放固定的奖金 这个是建立在 你有长期稳定活动的基础之上 如果你是自己公司 是乙方的话 你不可能保证长期稳定 有活动 十五天都来培训这样 还行吧 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 生意好的时候呢 一个月演七八十场很正常 现在来讲的话 每个月的话也有十几二十场 我想问一下你跟你太太是怎么认识的 有一年 我是准备去那个泰国演出 然后因为一些情况呢 就没有去 我后来我就想 那既然在广东这个地方 就临时找一个工作 然后就去了一个景区 就跟我老婆认识 当时我是武术演员 她是舞蹈演员 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刘阿姨 您对您这个儿媳满意吗 满意 特别孝顺 对我儿子特别好 谁帮着看两个孩子 上一段时间是我和她爸看着 爷爷奶奶看 对 然后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 然后是儿媳妇也还演出 还顾家里 还看着孩子 也真的很幸福 挺幸福一家庭 替您高兴啊 今天知道你要来非你莫属 面试 你太太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好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各位企业家以及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宜欢的妻子 我叫武达明 这么多年呢 一直都是她组外 我组内 我们一起经营着这家公司 我们一起相互扶持着 走到了今天 如今呢 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 她呢 是一个有上进心学习能力 也是比较强的人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她 谢谢 多好多吸引 南方姑娘吧 是 挺好的 客家人 客家人 对 老师我觉得就余欢后面 有两个特别爱她的女人 妈妈坐在我旁边 一直在说 从还没上台 我儿子特别能吃苦 特别爱学习 然后呢 她的太太就是那种 在背后 全力以赴支持你去打拼的 永远就是她在帮你守好家 杨云老师总结得特别好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说 家人永远是我们事业前进的 坚强后盾 我接下来想问妈妈一个问题 余欢身上有什么 你最放心不下的缺点和不足 她还是很单纯 供我不是抱喜不抱友 然后让我最感触的有一年 她在广州 过年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吃饺子 把那吴义总发了个视频 你知道吗 她是在吃方明面 大年三十 那个时候就是作为母亲的心都碎了 真是我是哭着过的那个年 你提起儿子受苦 你看看我都不忍心问下去了 但是余欢接下来我再问你 你自己认为你性格上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我觉得我不太稳重 吃过亏吗 有 在2014年的时候 因为做这个我们这个行业 当时赚了一些钱 然后我第二天我就去找场地 投资开一个武术培训班 头一天晚上有的想法 第二天就去找场地了 第二天就去 然后第三天就租下来了 你这个行动派也太果断 这事你跟媳妇商量了吗 商量了 她不同意 我这个人还是挺自信的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选的方向是没错的 所以有时候我却想去做出一个选择 拉不住我的 然后当时就把自己身上赚的钱 我妈给我的钱 朋友借的钱 我老婆的钱 全挥进去了 这件事情让我反省到自己 不是说你会武术就可以开武术培训班 对于营销 管理各个方面都不行 而且就是店面的选址 整个一个东西都不行 除了自己会武术之外 什么都没有 来吧 今天余欢 要找的是一个策划师或自媒体演员的岗位 你这期望薪酬是一万三 是吗 对 这个我得问你一下 你最近的一份工作是三万八 你现在这个是一万三 差得挺大的 因为那个是属于项目承包形式的 然后给我这么多钱 这也不是说稳定天天都有的 其实我站在这个舞台上过来找工作 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 从去年开始 我这个行业生意就一直都在走下坡路 即使一个月十几二厂并没有多少钱 十几二厂也就是说一两万块钱的客单价 或者四五万块钱的客单价 然后除去这个成本之外 毛利率其实除去公司开销干嘛的就没有太多了 我觉得是我自身的一个能力 格局各个方面都有问题才导致 做企业做到这一步 所以我需要提升也希望机会和平台 行 希望企业家能够给你一个 重新再出发的机会 来吧 十二位企业家 接下来请大家做出选择 还剩下三盏灯 进入到你